近日闹得沸沸扬扬,让李亚鹏背上老赖称号的4000万欠款案再次迎来重审 现场公布了一段李亚鹏借钱时的录音 其在借钱时甚至表示愿意下跪,一时引发网友热议 曾经的李亚鹏是内地当红小生,代表作品有《天下第一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涉雕英雄传》等 但是在和王妃恋爱结婚后,李亚鹏遮探出娱乐圈、下海经商 广泛涉足房地产、影视、餐饮夜店等多个领域的投资 此次4000万欠款就是其中的一项失败投资 虽然这段时间爸爸李亚鹏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但是远在瑞士留学的李烟,依旧过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留学生活 据悉,李烟在瑞士就读贵族学校,每年学费约80万元 眼睛的网友在李烟平时晒出的照片中,发现其穿搭皆为大牌 一款包包就接近上万元 目前李亚鹏4000万欠款案,仍旧没有确切结果 但是作为父亲,李亚鹏对自己的女儿极为宠溺 哪怕是自己的经济状况不稳定 且尽全力为女儿提供一个幸福美满的童年 我们下期再见